父亲的爱 但是他对我们的爱却丝毫不减 这就是父爱之中 那我们一起去看一看父爱是如何的 作者笔下的父爱又是怎样的 在看之前我们先来学习一些一错字 首先第一个龙 这个字要注意的是 它这个步手是足字头 千万不要写成了草字头啊 然后注意的是足字头 造句的话我们就可以这样记 薄雾笼罩下的青衫 就像挥袖起舞的仙女 指的是不是薄雾把这个衫给笼罩出来了 然后又用了一个比喻 把它比喻成了一个仙女 这个字主要就是要记住它这个步手 好我们字学完了 好我们去一起看看几个词语 首先第一个恍惚 恍惚指的是什么呢 是啊神智不清 精神不集中 就是说这个文章中啊 是指作者在精神朦胧中 回忆到了往事 其实也就是一种恍惚的状态 对不对 这就是恍惚这个词 看他神情恍惚的样子 我觉得他疯掉了 是不是就是说这个人 整个人都不在正常的状态下呀 晃晃悠悠 恍惚惚 对不对 他是一种非常的那种 像喝醉了酒似的那种状态 对不对 那除了这个词 我们还要再看一个 这个叫客栈 客栈的话大家应该不陌生 其实就是供客人留宿休息的地方 这是一张客栈的图 对吧 大家这个都比较熟悉 也比较好理解 我们除了学课本里的词之外 老师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些 拓展新词 比如说千什么万什么的成语 千变万化 千辛万苦 千差万别 千山万水 千呼万唤 千丁万主 千军万马 大家课下的时候 也可以收集一些这些千什么万什么式的成语 读起来也是非常狼王上口的 除了这个呢 我们还可以学成语接龙 比如说老师这里列举的 人山人海 是不是我们要根据海字在接了 海底捞月 然后月光无水 水 水滴石川 川 川必影光 光 光可见人 那同学们课下的时候 接着人 接下去和自己几个小伙伴 围在一起 一起去玩一玩这个成语接龙 好 自此我们就学到这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父爱如山 到底是什么样的吧 那大家可以看到上面呈现的这几幅图 体现的是什么呀 是不是都是父亲对孩子的这种深深的爱 父亲领着自己的女儿 父亲背着自己的孩子 以及陪你啊 一起玩耍的这些场景 是不是都体现了父爱的这种深沉的爱呀 那我们来看看这篇课文 它叫父爱之周 那它这个课文里讲了什么呢 那我们看看课文分了几个场景进行描述的 哪个场景又让你十分的感动呢 整篇文章描述父爱的场景有很多 我们一起梳理一下 首先第一个 深夜未惨 卖捡买皮吧 是不是因为孩子爱吃呀 还有旅店住宿的时候 一些吃豆腐脑 胡万花筒 还有 为我上学 赞钱交学费 并且还为我铺床 以及送考无锡 还有入学途中缝被子 是不是都体现了父亲 对他的这种深深的爱呀 而且这个父亲 他们的爱都是那样的深沉 并没有那么多的言语 但是通过他这些行为 我们都能感受到他那种深深的爱意 对不对 那我们除此之外 文章是按照一个什么样的顺序 展开父亲对我的爱 又采用了怎样的叙述方式呢 大家都很清楚 看到文章中很明白的表现出来 是时间顺序和道序 对不对 他通过这样的顺序 把父爱写得越来越具体 越来越深沉 越来越让我们体会到这种父爱之意 然后那我们写求学的经历 他是怎么求学的 首先是上初晓 对不对 这时候离家还比较近 然后呢就离开了家远一点 去了鹅山高小 最终他去了无锡师范 是不是去读大学了 父亲还亲自把他送到了无锡 是不是 面对自己离家的孩子 父亲去送他 还给他缝被子 是不是一个非常有爱的父子之情啊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求学经历 也能看出来 父亲对啊 这个作者的爱意 对啊 那我们继续看 那为什么作者还哭了呢 面对这样的父爱 作者为什么哭啊 其实作者是想到了父亲和他的点点滴滴 被他上学 还记得报考学校 缴学费 缝被子等等 是吧 如今呢 他也要脱离父亲的怀抱了 就迈入一个新台阶 他要哭 他这是一种伤感的哭 是一种不舍的哭 他是不是不舍的离开父亲这种温暖的怀抱 温厚的肩膀之下呀 但是他总是要面对的 他只是有不舍的哭 对不对 除此之外作者还说 父爱之中 那父爱之中这个名字 父亲的这个爱和这个中又有什么关系 他为什么要以他为题呢 这其实啊 很容易理解 因为这个小渔船呀 是整篇文章的一个线索 父亲呢 就是摇着孤爹的小渔船 把我带到人生中的 一个个的 一战之中 是不是他的初晓 他的高晓 以及他的无锡示范 都和父亲这个小渔船 离不开 这是承载着父亲的爱与无尽的期望 除此之外 父爱之中为题 紧紧的扣住了这个主题 也体现了父爱的伟大 这个父亲和这个小渔船 是密不可分的 我与父亲发生的点点滴滴 与这个小渔船 也是密不可分的 所以啊 这个小渔船和父亲的爱 是紧紧相扣的 我们以父爱之中为名 没问题吧 那我们还要注意 你再读一遍开头和结尾的时候 为什么最终 它是以梦境的形式 回忆往事 这种回忆往事的方法 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其实呢 它从梦境开始 引入对往事的回忆 你从梦中醒来 泪尸斩鞭结束 它是通过这种方式 首尾缘和了 以梦境形式更易于 抒发情感 组织情节 有利于表达主题 也就是说 通过梦境的形式 首先是开头和结尾 呼应了 很好的完结了 而且对于情感的表达 更好 更强烈 更深沉 所以最终是以梦境的形式 来回忆了自己对父亲的这种爱 以及自己与父亲的点点滴滴 对不对 那我们整篇课文 其实就是刻画了一些 自己与父亲的小事 以及父亲这种节俭和自己啊 得到的关爱 以小渔船为线索 以父爱为中心 写出了他们这种深深的父子之情 以及父亲对孩子的这种爱 也抒发了这种感谢和怀念 所以作者通过这篇回忆 其实一方面是为了追忆自己和父亲的点点滴滴 另一方面 他更多的是怀念自己的父亲 好 那我们这篇文章学到了父亲之爱 我们除此之外 要注意 你的父亲和作者的父亲 有什么不同呢 他们肯定对自己也是非常关爱的 那他们的关爱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大家去观察生活中 父亲为自己做的一两件小事 一起去表达一下 父亲对自己的这种关爱去体会 父亲对自己这种深沉的爱吧 好 同学们 今天我们这节课就到这儿了 我们下节课再见吧